澳门英国商会办事处正式启用 英国驻港澳总领事柏星文表示 随着办事处正式成立 将会有更多具备出口潜力的公司 受惠于商会提供的支援和服务 李国健报道 行政长官何口华 以及英国驻港澳总领事柏星文 主持澳门英国商会办事处的启用礼 柏星文在致辞的时候说 办事处的成立反映了英国非常重视 与澳门的关系 而近年英澳两地贸易往来人益频繁 相信办事处成立之后 能够更有效地协助两地的公司 拓展商务伙伴关系 而英国商会主席包乐文表示 办事处的成立是工作的起步 将会有助于未来更有效地处理会务和策划活动 办事处除了作为会员活动中心 为会员提供会议设施之外 亦都是被输处的办公地点 为有意到英国投资的澳门公司 以及有意到澳门拓展商机的英国公司 提供实用资料 澳门电视台记者李卓妍报道 广告